沙发后面突然发现了一窝仓鼠 天呐 这里面还有他的孩子 数了一下 居然是有五只 今天一早抓了一把瓜子过来投飞这几只仓鼠 把笼子打开 瓜子放进去的时候 感觉有点不大对劲 因为这边 只有一只仓鼠露出腿来看我 哥平时两只都会跑出来的 当我用手指去触碰他的时候 这家伙今天显得异常的紧张 似乎发生了什么事情 于是乎 我赶紧小心翼翼的扒拉了一会儿 这不看不知道 完了 就剩一只了 另外一只带着他的孩子 居然消失了 扒拉了一下这边没有 这边的墓圆下面也没有 你先别着急 我再给你找找去 当我检查笼子的时候 发现上面这边已经松了 大叔可以直接从这里面钻出来 哎呦我去 这可就大海捞针了 屋里杂物这么多 藏个老鼠 简直是太简单了 这边找了没有 这边也没有 三哥 看见我的耗子了没有 算了 为了你也是白问 后来就在我准备坐下 有点早开动画片的时候 忽然听到沙发的靠背后面有动静 我提妈呀 大哥 你可别闹呀 于是乎我赶紧拿开靠间 我靠 大哥 你咋在这里呀 很又趣 这家伙孕运运出来 就算直接藏到了我的沙发后面 没想到呀 小家伙还挺会藏 难道你是被我鞋帘上的香味 给吸紧过来的吗 我来看看 哎呀 你起来别咬我 这小东西一直护着这个手段 我怀疑他的孩子就在这个里面 我去 我说什么来着 看看 看见没有兄弟们 小浩子都在里面呢 还敢嘚瑟 浩浩子楼子里不待着 你跑出来干啥呀 没想到把这些小家伙给倒出来的 没想到这个罚子行不通 没办法 找来剪刀 咱们把手段给他剪圈一些 可以了 现在就能够看清楚里面的状况了 这个大家伙 就来把笼子里面的棉花都给拖了进来 来 再把开口剪得大一点 我弟妈呀 这些小龙鼠也太好玩了吧 一个个的都还没有中山眼球呢 估计眼球刚出说的没几天 数了一下 一共是五只 因为我手上有大龙鼠的气味 所以可以直接拿起来看一下 我说大哥 你可别溜达了 赶紧进去看看你的孩子去吧 这家伙 真是实在是太能折腾了